我们做教材的时候蛮喜欢去背的 因为背景干净 你做的教材才会好看 所以请各位从AI笔这边 画一个你想要找的图 然后呢 直接拉出来是插图 按右键它会搜寻图片 所以你可以按右键去搜寻图片 然后找到你要的那张图之后 把它拉出去 把它拉到外面来 那个图片就会跑出来 那我们做教材的阶段呢 常常会用到很多去背的图 因为这个没有去背的图 这样子放在黑板上实在是蛮丑的 有碍观瞻 那所以我们常会做去背的动作 那去背的动作很简单 就是选到你的图 它右上角会出现所有的物件的功能表 我大概说明一下 这个是锁定位置 就是你锁定之后 这个东西就不能动了 然后这个是旋转 可以旋转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教各位做 做那个俄罗斯轮牌 然后这个叫做 渐入渐出的动画 然后这个是挂连结 什么时候会挂连结 比如说你希望学生按这个图的时候 它会出现那个鸭子的叫声 那你就把事先把鸭子的叫声的MP3 把它存到电脑 然后把它设定这个连结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个是复制 那这个是减下 然后这个是无限复制 这等一下我们也会教各位使用 那这个是有两张图以上重叠的时候 你会有那个图层的问题 就谁在前面 谁在后面 然后这个是反向 然后这个是镜像 然后这个是另外存档 图片另外存档 然后这是选颜色 然后这是剪裁 这是改大小 然后这是把它设成桌面背景 那去背的部分是在哪里 在这一个 这个叫做去除颜色 去除颜色这一个功能 你选这个功能之后 你用你的滑鼠在背景的地方 稍微拖曳一下 你拖曳的范围越大 它就去得越干净 它的颜色的那个区间就会越大 你觉得可以了 就把它放掉 然后在这里打一个勾 这样它就帮你做完去背了 所以同样的道理 请各位就练习一下 像这个颜色比较不纯对不对 那你就要拉比较大的范围 那拉一次可能不够 你还要换到这边再拉 换到这边再拉一下 好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那最后不要忘记要打勾 像这种颜色跟不纯的 也是一样了 但是它还蛮接近的 蛮相近的 所以你就换个 还没有处理干净的地方 再稍微拉一下 就可以了 这个叫去背 那去背之后呢 你的图案就会比较干净 就不会有那个框 不会有那个框 好 这是去背 那当你东西叠在一起的时候 会有涂层先后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要把鸭子放在下面 那我们选到鸭子之后 这里有这个就是显示顺序 涂层的顺序 所以如果你要往下放 你就点一下 这个叫做一次放到最下面 好 然后这是 一次往上移一层 一次往下移一层 好 这是一次到最上面 一次到最下面 这样就可以决定先后的顺序 好 请各位练习一下 没问题的 请你输入6 谢谢大家